好,現在我們今天要來上有關於控制項 絕大部分的 程式呢,都一定要包含控制項 沒有程式不需要控制項 控制項就如回圈啊,判斷式啊,或switch,像這種標準 有多少個呢 4個 OK Total只有四個 所以非常容易,for while ifelse 跟switch 那把這四點列出來 這些是幹什麼用 這是讓你知道說 fire format大概長的 for format大概 它有兩個分號 然後這是他的 三個主要的 東西要填進去 那wire呢,就一個東西要填進去 那ifelse呢 這個for就是回圈 fire也是回圈 繞圈圈的,我們後面都會詳細的介紹 那ifelse呢,就是判斷 假如是這樣 那不是呢 if就是說,假如他是的話呢,我要怎麼樣 假如不是呢,else就說那不是呢 OK 那if裡面呢,會有這個判斷式 那else呢,後面不可以再判斷式喔,else就說,總之沒有就是我啊 所以else後面不可以再判斷式 就必不可以再判斷式 那silic呢,這邊 通常不是判斷式,但是填一個變數 讓你來挑選用 那這個case呢,就說 挑看看這個變數裡面有沒有跟那個case裡面 那些case裡面哪個是相符的 那就做那個 那你要找不到的話就是default OK 那他的 關鍵的一些 重點就是 有這一個括號 那他還有冒號 所以這是他的特徵 這四個控制項呢 基本上你只要把他學會 就 第一呢,就是這樣 那你幾乎反覆的應用,比如說for裡面可以擺if else啊 if else裡面可以擺for啊壞啊 反正彼此之間都擺來擺去,你說可以 無窮無盡嗎,對 簡單講是可以無窮無盡 if else裡面擺了一個for,for裡面擺if else,else裡面擺了switch 疊疊層層,但是沒有人會寫這麽複雜 只是告訴你說他是真的可以這樣用 好,if else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寫法是這麽的容易 那我們都知道這程式結尾的加分號,欸你說 這邊怎麽都沒有加分號 控制項後面沒有加分號 OK if a 等於b,欸為什麼寫兩個等於呢 因為在判斷式裡面,想要判斷a等不等於b 我們在判斷等於的時候,必須用樣跟等於 然後呢if a等於b,那我們就c等於1 假如不是呢 那c就等於0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麽 當程式從上而下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他判斷a是不是等於b 是的話呢他就當c等於1,那這裡會不會做?不會,他就跳過去到下面來 那假如a不等於b呢,他就直接不會做了,他就直接跳這裏,坐這裏而已 他就往下走 所以呢2選1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那這個就是什麼 判斷式 那什麼是判斷式呢 看一下 判斷式呢 所有的控制項 if,for,while,switch 都必須有判斷式 判斷式的結果認定 他可以是什麼 判斷式可以是算數運算 結果 記住喔 非0為真 只要不是0 就是true 那邏輯運算的結果,他就有出份錯 那還有什麼 函數運算的回傳 因為你在 這個剛剛這個判斷 這個判斷式的這個 範圍裡面呢,這些東西裡面,你事實上還可以 以呼叫函字的方向讓他傳回 然後以便讓你取得某個數值,然後來做以下的判斷工作 OK 然後呢 判斷式的形式呢,可以是邏輯判斷 算數或位元運算 還有函數復教 或是直接數值的運算 這個是比較少用 但是呢你可以直接填詞,那是有特定目的 那絕大部分就是前面這三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真假區塊的執行 那二選一 什麼意思 判斷式 真 或是假 那假如判斷式呢,判斷的結果是真 他就做這個塊塊 假如是假呢,他就做這一塊 假如不成立 A等不等於B,A等於B的話,真的等於B就做這裡 假如不等於B呢,他就做這一塊 會不會做這一塊,不會,其中選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假如A-B,就像我們剛剛講,他可以去算式運算吧 A-B A-B的結果假如是非0,就是真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來測試看各位同學的講法 首先他給了一個題目 他說 A等於B,5B等於A 這個A-B就等於0,0是真還是假 0是假 所以他結果是什麼 他就 這分灰色代表不做 判斷完之後直接跳來做這個,我就往下走了 這一塊不做 做這一塊裡面的程式碼,不管幾行,他就是做這裡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那 假如是 A等於6,B等於5 減起來是1,非0,非0就是真 所以他就做上面 接下來 那5.5減5勒 是小數點嗎 是 但是要注意喔,假如這個A-B不是double的話,這一減就變成0 因為5.5減5就是0 所以這個 這個有點 有點tricky喔,就是說 要看看A跟B 到底 這個是整數形態,還是浮點數形態 假如浮點數形態,那這邊就是真 假如是整數形態,那sorry,這個就變成假了 這個部分呢,你要注意一下,自己要寫程式測試一下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範例,這個是用判斷,A有沒有大於B 那5.5跟5 那A有大於B啊,所以判斷式就run 這裡就不會直行,run完這裡就直接往下跳,跳到這個括號的下一行,還是往下直行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5.5跟5 A小於B了 這是 false 假的 所以判斷式就跳來這邊,他就run在這裡 跳來這裡 這裡就不會run 所以做完之後,記得往下做,假如這邊還有程式,往下做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那 兩個相等呢 兩個相等還是假,他是判斷大於嘛,還是這個 結果還是這個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再看一個案例 我們呼叫韓式,呼叫check 但是我們現在並不知道check回傳的到底是 是不0呢,還是 還是數值 那不過沒關係,反正是不0就是tue或force,他回傳不是tue,就是force 那假如是數值呢,不是0,就是非0 我們看一下,假如傳為是0或force呢 那他的結果就是 假 所以他是數值0 假如check回傳回來是什麼 非0呢 或者是true呢 那他就怎樣 判斷是微真,他就run這裡往下做 所以很簡單喔,判斷是if else 只會挑一個做 好,那算數印算有哪些形態 比如說a等於5乘以b加c除以d a等於b b b加加,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程式嗎 是 等一下後面會解釋喔 x等於get value去加上19 你可能呼叫某個韓式取得值,加上19丟給x 那wait呢 重量是15.3乘上myValue 那這不知道為什麼,反正是一個程式嘛 算出來就丟給他 myValue就是另外一個已經存在的變數,有宣告過了 那value會等於12除以d乘以sin,它也可以互叫sin函數啊,就我們三角函數 d除以12-yxu除以3除以c 這些當然都有宣告 那 只要 文化正確 值算出來就給丟進去,坦白的也會過 那什麼是b-0呢?b-1 那什麼是b加加 b等於 b加1 所有的變數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寫成這種存在,想要你 只要加1的話 那這樣的運算速度是最快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位遠運算,什麼是位遠運算,就是 左移啊右移啊 m的運算或d運算或是負數或運算 那這些就是 你就是在怎麼寫程式呢,b等於a打好之後呢 兩個小於小於的符號 打兩次小於小於的符號 然後呢 右移呢就是你看 你看這圖就知道往這邊移過來 那所以呢就是兩個大於的符號 那all呢這個符號在哪裡 那all的符號呢是在那個enter鍵,就是你按enter 那個鍵的上方 上面你按shift,你看他有一根bounce在那邊 就是all 那end呢就是在7上面 那equalcio呢 他是在數字的6上面,你按shift就會按出來 那這樣就可以把這幾條程式寫出來 那什麼是位遠運算,我們看一下 左移運算呢 左移就是 b等於a 左移3的話就是,假設a是52 他是0x34,我們把他寫成二定位 001111 那你左移3位的話呢 假如以32位遠,如果你宣告 b是一個 所以int9好了 那他就變成 左移,所以他只會被保留下來 那他就變成01a0 那事實上就是什麼 52乘以8,所以我告訴你 這樣左移就是乘上2的n次方,這個就是n 乘上2的3次方 左移3位就等於乘了2的3次方 那就等於52乘8,2的3次方是8嘛 所以答案就是416,不信你回去慢慢算 這邊移一個來看看 然後八位元呢 八位元呢 八位元呢基本上呢 他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值呢 從左邊呢 擠進來的時候 他會把它擠出去 因為不存在 因為八位元 比如說你宣告carat 那他呢,他就被擠掉了 所以值呢,最後的值 要什麼 0a0 所以就變成160 就沒有所謂的乘8,因為前面被鋼掉了 補了3個0進來 那什麼是右移運算呢,右移呢就是 王九移,事實上就是除 除 除2的4次方 以這個4的話,就等於a除以2的4次方 那我們看a除以2的 除以16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 a假設是怎樣 176等於b0 啊就等於 101100 010 那又移4位 補了4個0進來 移掉後面的4個0 那我會 讓你看得清楚 所以除以16 所以 他答案就變成 b 因為真補進來了 真補進來了 所以變成b 是等於11 所以你看 176除以16 就剛好是什麼 可以11 那什麼是或運算呢 或就是b等於a orb a等於0x32 那就是0011 010 然後c呢 0xa4 這就是16進位的表示喔 在7++裡面是可以直接這樣寫的 等一下我們也會做範例 那 你就 a的話就1010 4就0110 做all之後呢 只要有1的地方就變1 不管兩個1還是1 所以答案變成b6 接下來是m的運算 要有兩個都是1才會是1 10是0,00也是0 所以同樣剛剛的題目 我們做m的運算的最後b就會等於什麼 0x20 好那戶之貨呢 就是 就是單數個1為1 所以兩個負一樣就為1 那就是 這個1 0 這兩個一樣 所以是0 101 001 這兩個負一樣就1 兩個負一樣就是1 兩個一樣就是0 負出貨 那什麼是邏輯運算呢 邏輯運算就說 且 你 a而且b 假如a呢 成立 而且b成立我就做 還有個範例是 假如a等於b 而且呢 a大於10 那我就做什麼 那或呢就是 a或者b 這個位於運算不一樣 兩個槓子 暗的地方都是一樣 那 假如呢 c小於10 或者呢 c大於100 OK 就是 中間不要 小於10的或大於100 我都收進來 那我就做那件事 那 等於呢 注意喔 判斷等於的時候很多同學每每每都會忘掉 要有兩個等號才是判斷的 那不等於就今天要判斷他是不是 那還有什麼是不是哭哭臉 這是 大於小於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假如a大於b 或者是a小於b 或者是a大於等於b 而且呢 c小於 這些全部都被混雜 那你要混的時候你要去看他的牌 課本上也有你要加括號 不然他可能會 有因為優先權的關係有限運算了 那你可能的邏輯就錯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if的其他法有多少種 這是其中 幾類而已 應該說去參考課本或是 網路上的資訊 假如a大於b 我們先看 你看為什麼要叫你對齊 對齊很重要 因為一對齊就知道他程式從這邊弄到這邊 這整塊就屬於大於b要做的 假如a小於b呢 或等於b呢 他就會做這一塊 啊點點點代表這邊可能很多行程式 什麼程式都有 那這邊又出現一個 假如c等於d L就做這裡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 if跟l裡面還是可以在包ifl 甚至可以包for啊 whire啊 switch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解法就是 假如a大於b 做這裡 假如不是的話那是不是c小於d呢 就做這裡 當然這是亂寫 一般會寫一個有邏輯 假如都不是呢就做這裡 所以這個有三選意 這個就是連續比嘛 這三個裡面只會做一個 OK三個裡面只會做一個 a大於b嗎 不是 是不是這樣 4就做這裡 只要這三組人物呢 做了其中一個就不做了 所以呢假如大於b要做這裡就直接跳到這裡來了 那假如是小於d呢假如不是這個啊是這個 做了這一塊之後呢 這一塊也不會做 他直接跳到這裡來 前面兩個都不是 那他是做這裡就直接往下走了 那再來看一下 假如a大於b呢 有一些同學 因為這邊 他又給他寫個判斷式 每年都有同學這樣寫 l後面不可以加判斷 l就是沒有 其他的意思啦然後怎麼判斷 判斷式不可以寫在這裡 這個紅框是不對的 是因為l後面不可以加判斷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寫程式的實作 我們看一下b就 字架架的部分 好 那延續我們上次所寫的 我們在這邊呢 簡單來寫幾個程式 寫一個 你看他是藍色的 if呢 my 直接選用上下鍵選就可以了 ag呢 大於 這個 my my weight 你可以隨便打他 大條解錯 他就有了 好 那 我要做什麼你看他自己幫你框喔 然後呢我們在寫else 然後呢這個 他自動會幫你 寫下半步 以前都不會現在都會了 按著自動會幫你跳歌 因為你在學生實在是踩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假如他大於他呢 我們就偷偷改 my name my name呢 我們就偷改my name my name呢就會等於什麼 my name呢就把他偷改成 by好了 ok 那 假如不是的 那my name呢 我們就說用一個比較 然後呢他就等於什麼 就自己好了 隨便斷改 好 那我來測試一下這段程式 我們這邊故意把 這邊我們知道這個my edge 我們可以寫兩段啊 我們來判斷兩次 看他是不是分別會進來 看一下 陳詩郵帳號叫你管他call比幾次 那我們在這邊偷偷的加一行 剛剛我們可以看懂一下 Edge是多少 Edge23 然後呢位置呢是80.4 那我把Edge改成123好了 好吧 我把Edge改成123呢 那 會有發生什麼呢 我們把斷點分別設在 這邊 這邊 還有 這邊 這邊 因為我們要觀察他有沒有進來 所以 我們可以在這邊點紅點 然後把他動斷這樣 好我們就重新砍拍了 那我們就看看 先停在這邊 我們可以觀察所有的詞 之後呢再往下走 這是你學程式的方法 你一定得要這樣子bug 那先用簡單的方式來學語法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就先教你寫成績接 那沒有用 你連語法都不會要寫什麼 所有的字都在這裡 那我們按什麼 你可以看針托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F5就是繼續 或者是呢你可以逐步執行 或是進入韓式 我們現在還沒學韓式嘛 F11就好了 所以就按tebo上面F11呢 他就一步一步做給你看 他為什麼跳到這裡 他把買內在按F11 你發現 偷改成Z了 看到沒有 為什麼 因為買Edge有大於他嗎 沒有啊 所以他就L 做這一塊 那我現在把它偷偷改成123呢 我們把這次改回來 改成什麼 改成 直徑位的 我們就看著 好我們往下走之後呢 發現買Edge 123 那是80啊 輸他嘛 所以呢 他有沒有大於他 有 所以你可以期待的 他一定進這裡 進了這裡是喔 他還會弄這一行嗎 不會 因為弄到這一行就馬上改成Y了 然後呢 Ls會進你們的鼓尾他跳過 直接到這裡 剛說過啦 只會做單一一塊 所以if else呢 就是這樣跑 好 那 接下來就是你的練習 那我們後面還會帶一些 其他練習題目給你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邊